花蓮圣安宫11月份举办了全线绕境收缘及祈福法会 获得广大信众赞卜得了4000公斤白米 12月5号奔送给乡内18个村 还有两个社团总共有20个单位 主委黄永玉表示 即使疫情影响不过母娘指示 关怀弱势的公益行动不可以中断 这次受到广大信众支持 募集大量白米 也要把每一份爱心充分的散播出去 花蓮圣安宫11月份举办全线绕境收缘及祈福法会 获得广大信众赞卜 获得了4000公斤白米 12月5号奔送给乡内18个村 还有两个社团总共是20个单位 主委黄永玉表示 即使疫情影响 但是母娘指示 关怀弱势公益行动不能停止 这次受到广大信众支持 募集到大量白米 也要把每一份爱心充分散播出去 船船要紧 还有这次我们10月18日 我们有破 我们破土的 这次我有4千几斤的米 来给我们的国传 和一些社区 因为我们没有这么说的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包括我们的疫情 我们也是同样 我们的公益事业 绝对不能断 因为这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双地 在双地之前 我们不要发放 因为今天还要让五岁说 我们在这些村民党 大家送去村民 大家发生五岁 所以我们就改到今天 我们专业过来 我们专业的村民党 和一些要到三天的社区 专专业的要紧就是 母娘去专业的收益 非常地圆满 非常地成功 我相信说 母娘就收益了 后来 我们花园的数十五岁 百岁百岁有钱 大家可以过到 幸福快乐的一日子 各村村长开着小货车 来载百米 要分送给各村的贫困家庭 和急难救助家庭 村长们表示 每个月胜安宫捐助的百米 对村内弱食家庭来说 是很重要的支持 村长们也感谢社会 各界的爱心捐助 让许多需要被关怀的民众 也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忙 介统会竟然相报道